真命記第十四章 你們是耶和華你們神的兒女 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 也不可將額上替光 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結的民 耶和華從地上的萬民中 簡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 可吃的生畜就是牛、綿羊、山羊、綠、羚羊、 袍子、野山羊、微綠、黃羊、青羊 凡分題成為兩款又刀雀的酒壽 你們都可以吃 但那些刀雀或是分題之中不可吃的 乃是駱駝、兔子、沙番 因為是稻著不分題 就與你們不潔淨 豬 因為是分題卻不稻著 就與你們不潔淨 這些瘦的肉你們不可吃 死的也不可摸 水中可吃的乃是這些 凡有刺有倫的都可以吃 凡無刺無倫的都不可吃 是與你們不潔淨 凡潔淨的了 你們都可以吃 不可吃的乃是雕、狗頭雕、紅頭雕、尖、小鷹 妖鷹與其類、烏鷹與其類、駝鳥、野鷹 魚鷹、鷹與其類、蕉鷹、貓頭鷹、角癡、蹄蝠、蹄蝠、蹄蝠與其類、大淫與蝙蝠 凡有刺旁爬行的蜜 至於你們不潔淨 都不可吃 凡潔淨的了 你們都可以吃 凡致死的 你們都不可吃 可以給你城裡寄居的吃 或賣與外人吃 因為你是歸耶和華 你神為聖結的蜜 不可用山羊糕母的乃煮山羊糕 你要把你殺種所產的 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 十份取一份 又要把你的五谷 生走和游的十份之一 並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吃在耶和華你神面前 就是他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 這樣你可以學習時尚敬威耶和華你的神 當耶和華你神賜福與你的時候 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地方 若離你太遠 那路也太長 使你不能把這蜜帶到那裡去 你就可以換成銀子 將銀子包起來拿在手中 往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去 你用這銀子 隨心所欲 或買牛羊 或買清酒濃酒 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買 你和你的家屬 在耶和華你神的面前吃喝快樂 住在你城裡的利味人 你不可丟棄他 因為他在你門中間無份無業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 即存在你的城中 在你城裡無份無業的利味人 和你城裡寄居的 並孤兒寡苦 都可以來吃得飽足 這樣耶和華你的神 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 恥福與美 謝謝你